一輛輛以色列坦克 集結在加薩拉法市東部 進行有針對性的攻擊 不宣美國總統拜登警告 將停止提供武器 總理納坦雅胡更強調 即使站到最後 什麼都沒有 那指甲也可以當武器 9號晚間 埃及開羅的新一輪停戰協商 沒有結果 以色列決定按照計畫 推進在拉法的行動 目擊者表示 看見了坦克和直升機 發動攻擊 甚至還有無人機盤旋在空中 也讓美國跟以色列 裂痕逐漸加深 美國就是基於人道理由 就是要求以色列 就是停止過度使用武力 美國各個大學都爆發了 這番以色列的這個示威 這些可能都會給拜登政府 更大壓力 到底還是不敢得罪 美國的猶太金主 由今年的選舉年 因為他同向面臨到 美國的年輕人 對於這個 他支持以色列 這個立場的一種 一種厭惡 面對以色列 絲毫不讓的強硬態度 哈馬斯跟伊斯蘭聖陣 組織也在拉法東部 對以色列陣地發射 反戰車火箭和迫擊炮 以拔衝突恐怕短時間難以平息 三立新聞 林淑賢揚紫玉 台北報導